你的踢感 這個怎麼樣踢感 可以嗎 可以可以 太快太快 抱個 太累了 為什麼一直跳下去 你玩踢感然後沒有時間 嗨大家好 我是李宇翔 大家可以叫我Nio 其實今天來到這個焦點 這個場合 個人感到特別的緊張 因為其實過去 會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紅地毯商業分享的人 都是某個領域的霸者 都是某個領域的一方之霸 一方強者 但今天我在這邊跟各位分享的 卻是一個凡人的故事 一個普通人的故事 那個普通人剛好就是在下我 對 先跟各位介紹一下我自己 這是我過去有過的一些經歷 那自己現在本身是在一個文創集團 擔任行銷負責人 那我們文創集團的話 各位可能沒有聽過我們公司 但我們過去做過一些比較大型的案子 像是2009週私運的時候 所有的商品的設計跟規劃 還有建國百年時 所有的一個相關商品設計跟規劃 還有一個東西是從我們公司 一開始一直籌辦到現在 就是每年大概在5月6月時的 新一代設計展都是我們做的這樣子 這是我過去的一些經歷 那有一些經歷 那有一些經歷都是一些旋置相關的 就是我之前有提到 那我在所有經歷之中 個人感到最為驕傲的就是 我是焦點有史以來 第一位把焦點卡用完了 擺了它自己 然後把它用完了 所以說焦點的結法 你各位有必要的 你各位有必要的 而且現在我看起來好像算是蠻劍坦的 但其實過去我是一個非常封閉 非常自閉的一個人 我每次跟朋友們這樣講 他們都覺得我在唬爛 但其實是真的 我在大概在高中之前的時候 都是習慣一個人 我沒辦法跟任何人做交流 我沒辦法跟任何人 有眼神上面的交流 包括說我沒有任何的朋友 但是當然的情況下中 我一直很希望自己有一些突破 如果學著說這樣子的話 我沒辦法去過得一個 我期待中的一個圓滿的人生 所以一直很想要有一些突破 我這時候去 欸 再嚇一眼 我亂玩 你要嚇好了 謝謝 這時候第一次給我救贖的就是一本書 這本書是《人性入點》 事實上的戴爾卡內吉先生 他寫的這是全世界第一本 在討論說怎麼樣做人際溝通的一本書 在不斷的重複看這本書 不斷的去採摩 裡面的技巧跟方式之後 在讀了十幾次之後 我在上高中時的時候 終於交到了第一個朋友 終於開始有辦法去做一些 正常的一些人際的互動 這件事情其實真的花了我非常非常多時間 這是第一次我感覺到書 這個東西也能夠對我們的一些幫助 然後再 下一個 謝謝 第二次的時候是接下來是 在上大學之後呢 那時候積極的參加各種各式各樣的活動 然後在大三的時候呢 因為那時候本來是我的室友他呢 那時候我們學校學人會會長 但他因為一些人把他沖湯 他沒有選上 當時心中就是覺得一股意氣 要帶他出征的感覺 就是想要挺他的感覺 就去選 還真給我選上 莫名其妙 然後當時他 當時很莫名其妙的事情 他是在我選之前的時候 他都說 你選上之後 我一定全力附著你 一定全力幫忙你啊 但我選上之後 可能就不見了 當時感到非常非常困惑 當學院會長 一個這樣一個重要職位 選上 這一年就是得把它幹完 就莫名其妙 我完全不知道怎麼辦 還有那時候有一個 第一本書是《韜學人知識的世界》 這是那個師大的前會長 林紹軒先生 他所寫的一本書 那有這本書 還有一本是那個 在管理領導界的一本 甚至是模範領導 這兩本書 因為讀了這兩本書 才開始有一些概念 才有辦法在這樣一個 學人會長的職位之中 去開始做出一些傳模 開始做一些嘗試 最後才終於有一些小小的成就 在這樣的過程中 我會發現說 其實我一路走來 我都是一個很徬徨的一個人 我其實很羨慕在所有在這焦點 這場合上面分享過的人 他們都是一些想者 他們都是一種夢想的 他們是一些能夠專心 在一條路上面前進的人 他們這樣的人 真真很美好 我很羨慕 但是我是一個一般人 我做不到 在我這樣一路上一走來 從過去一直走到現在的過程中 我們在路上是不斷的迷思 產生誤解 不斷走回頭路 但是 基本上這樣的話 當然沒關係 就回頭往下吧 雖然那邊碰了畢 這邊是紫烏銅 而且有很多迷惑 不過你的道路 一定會比任何人都更狂廣 這都更加的廣闊 這是我在過去一直走到現在 一直非常的徬徨 包括我現在對自己的未來 都一直非常徬徨 沒有很明確的目標 很確定說自己 一定要做的是什麼東西 我一定要成為很厲害的創業家 我一定要改變世界 我要成為下一個馬雲 那這都不是我要做的事情 沒有這樣的雄心壯之 但是其實一路走來還是 好像還是過得還OK 這樣子 接下來是遇到第三次提點 這本書是讓高清俊先生 就天下元件創辦人 他說寫一本書 剛好那時候是我的一位朋友 那時候當任的是他 高清俊先生特助 通學這本書編輯 他介紹給我這本書 這本書叫做《閱讀就日記》 在讀了這本書之後 發現說高清俊教授 他在裡面這本書中 去提到的閱讀的重要性 他曾經在裡面提到 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他提到說 他在美國求學的時候 有一次他想要去跟一個 美國很知名的一個 經濟的一個大師 讓他求學 因為他千里跳腳 跑到他那堂課堂上面去 然後去跟那個大師說 他想要去旁聽他的課 那時候當任的大師 感到非常感動 就跟他講說 我可以照耀你來旁聽 但其實你不用特意跑過來 為什麼 因為他說過去我這三十幾年 我所擁有的一切的學問 我所擁有的一切的經歷 我所擁有的東西的一切精華 都已經在我所寫的書裡面了 請你只要回去看我過去寫的書 就可以獲得這些東西了 也因為過去的這幾三次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才發現說 其實我們人生中 大部分我們會遇到的一些問題 其實都有一本書 可以去解決這個問題 意思是因為這樣一個狀況 在讓我重新再次的體認到 閱讀這件事情的一個重要性 下眼 這是高金巨先生 他當初 在1993年所寫過的一段話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說自己再忙也要讀書 收入再少也要買書 住處再擠也要藏書 交情再錢也要送書 我們也要告訴社會各界 最庸俗的人是不讀書的人 最吝嗇的人是不買書的人 最可憐的人是與書無緣的人 下眼 接下來要講的是說 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 後來就是很偶然的跟幾位朋友 就是創立了一個叫為你而讀的一個知識社群 那我們在台灣這邊的話 我們這個主要活動的話 目前已經辦到大概 我們一年多來已經辦到40場左右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在一些相關周邊的一些其他衍生出來的活動 也大概辦了十幾二十場 在一年出一點點的時間 我們辦到這麼多的場次 其實是個人覺得蠻不簡單的 但其實這個故事剛開始的時候 是很讓人心碎的故事 當時其實一開始是說 是想要提升自己 為什麼想要提升自己呢 那時候想要做一個女生 那女生她是一個作家 你只要想說 不知道怎麼辦 要怎麼樣快速提升自己 後來想想想想去 過往期你只給我做一件事情 然後開始讀書吧 讀書的時候想說 一個人讀很無聊 我找了兩個朋友 一個叫做Terry 就是王之慶先生 還有一個是Joey 叫做代家慶 他們之前也都來這個教練 這個舞台分享過 他們講說 要不然我們來辦個讀書 他們的討論討論就是說 那不然我們來辦個讀書會吧 辦個讀書會吧 那辦了之後呢 就把它放到活動上面去 想說有多些人來的話 那就是有這樣的狀況的話 可以別測我們 就是自己每個禮拜 每個月這樣不斷不斷讀書 然後不知不覺 從第一場的時候呢 我們三個人加上聽眾的話 總共五個人 到現在平均每場 大概三四十個人 四五十個人左右 都是跑不掉 我們這些周邊活動 有時候人數可以達到更多更多 這樣子一直不斷的發展下去 那當然最後呢 因為他後來就是 如果是還是沒有追到 跟別人在一起 就很難過 這是行水故事 那下一頁 那就是 在講到說 這樣的一個過程中 會發現說 我們在不管做任何事情 不管是說 我們做的是盈利組織 或非盈利組織呢 其實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有 我們要有一個團隊 我們要去 勇者要去打倒惡龍 要去打倒魔王之前的話 他背後要有相當的團隊 不能夠只有勇者一個人 他一定要有 真律 幫他補血 要戰士幫他擋魔王的攻擊 要有魔法師幫這些大魔法 來幫助他 所以說 因為這樣的狀況 所以說我們後來想想說 欸 魏尼爾谷也是 本身也是需要一個很強大的團隊 來去組成 所以在後面 要稍微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的團隊 接下來也 首先第一個是勇者 王志興先生 為什麼他說王志興呢 各位 如果之前有聽過他的分享的話 就知道 他之前是那個總統的幕僚 我想 敢跟滿一酒握手的人 如果不是勇者 那什麼才是勇者 所以他肯定是勇者 對 下一頁 那這是家興 那他自己本身是HTC的工程師 那他就是很學者型的人 就是每場活動中 會開始 都會不斷地去思考說 哪個地方可以改進 用一些知識的東西 用一些系統化的東西 一些 研究一些東西 去幫助我們的每場活動 不斷不斷優化 下一個 這是Steve 他這個又是戰士 就是邪後 然後攻擊超高的一個人 因為他 因為他自己本身是那個 他是微軟的那個資深經理 他的所代理的團隊 一年 為公司創造了將近12億的一個業績 所以他自己是在台灣來講話 是一個實戰經驗非常非常強 因為等級非常非常高的一個人物 所以有他加入之後 其實我們獲得很多很多的東西 那現在下一位 這位是直營 他是一個西東國小的教師 我們會稱他為魔法師 因為他在 他在 我們一般只是一個 普通讀書會的過程中 他試著去加入不同元素 包括說 把一些阿卡貝拉的一些歌聲 帶到現場 或者會再 開始講一些童書的一些東西 或帶入一些其他一些桌遊 之類等等相關一些元素 去讓我們的一個活動 本來應該是一個 就是一個拼幫幫很死板的一個讀書 為了活動 卻把它變得非常非常活潑 非常非常生動 非常非常有趣 這樣子 我自己的角色就是 Joker Joker就是 就是負責搞笑的 要到創場 要到創場 都可能 欸你最近不太好 要低一點下 大概弄不下 但是偶爾的時候 會在這樣的寬退中 去發揮一些 靈門一角的角色 就哪些人需要解助 哪些部分 需要去 耳外去增加這些東西 的時候就是由我來做這件事情 我平常的做的狀況到底是什麼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像我們平常的對話 大概就會像是這個樣子 像是這樣的狀況 大家知道我平常到底是多麼的一個 多麼像一個Joker的一個人 這些都是我之前所過去所分享過的一些書 就是比較偏一些歷史類 比較偏一些商業類 比較偏一些創新類相關一些書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們在3月初的時候 我自己也會再分享一本 那我們未來的話 其實我們每個月的話 都會有兩場的一個活動 如果有機會都可以來看看 我們都會固定在禮拜日的時間 大家可以上活動 上面找我看我們的活動 這是我們從第二場 可能還很少 到第17場的一個狀況 然後到現在已經40幾場了 那我們現在的講者的分布其實也越來越廣 我們有來自科技業、教育業、政府幕僚、新創學、金融業、社會企業、顧問業、不動產業、神業等等 其實現在已經更多更多 包括在座的有幾位 包括薛恩還有一些人 他們也都是我們的一些講者 其實透過他們的一個這些很厲害的大神 他們就讓我們來這邊分享 是神嗎還是神 其實我們當然是女神嘛對不對 不斷跟我們分享 所以真的不斷讓我們大家學到很多很多東西 我們今年目標是希望說 只要大家持續的參加某個活動 你們今年就一定有辦法去達成 一年讀完100本書的一個目標 所以各位這是一個非常非常省時間的一個方式 你們只要持續參加我們活動 一個下午的時間就可以突然三本書 其實非常非常有效率 那這是我自己的我們這個活動的一些介紹 可以下一個 對那謝謝各位 有機會再來參加某個活動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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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